我们来看一下 好 注意到这边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以前讲的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 每一个点减掉它们的平均值 八乎平方 想加总以后呢 所以N减1 这是S平方 叫样本变异数 对不对 现在呢 我跟你讲啊 没有什么多余的变化 这是第几个母体算出来的样本变异数 以前我们只谈一个母体 所以不需要呢 不需要后面再加一个1 加一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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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加一个1 不需要增加 这个指标 可是呢 现在我谈的是K个母体的话呢 我有必要去注明 这是第几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所以我加一个1进去的话呢 代表第一个母体了 看到吗 第一个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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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OK 那我如果不是第一个母体 而是第一个母体 可以啊 可以啊 变成是一个广泛使用的一个指标 你看这样代表什么 不是第一个母体 是第一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所以从这张开始 你看这一张14张等啊 16 15 16张这一张 都会有不少的这种呢 指标不止一个了 就两个指标了 所以你要熟悉这样的指标的方法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是第这个母体 投的第二个点 第这个母体算成样本平均数 第这个母体所取的样本数 然后第这个母体所算的变异数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 算到了第N阶个点 第这个母体N阶个点 好 了解了这个以后呢 所以我们 我们再谈一个东西了 这个等号横成立 大家仔细看一下 把左边这个东西 减一个加一个 减自己加自己 等于没事 对不对 可是这一加一减的话呢 创造出两个东西出来 可以吗 大家现在这边看了懂不懂 不懂 没错啊 就是减A加A而已 等号是不是还是成立 可以吗 左边是不是等右边 懂不 等的话呢 我可以拆开成为这一份跟这一份 是不是可以拆开成为两份 拆开成为这两份呢 是什么意涵呢 就是说 我这边如果有一个点 叫Xij的话 叫Xij 如果 我的X88在这边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母体的样本 平均数 假设第一个母体样本平均数在这边 第二个母体样本平均数在这边 然后 K个母体的样本平均数在这边 中间这边很多个 黑色的代表呢 样本平均数 那他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如果有一个点 Xij在这边 这个点 跟X88之间的差距 是不是就这个 这个差距你看看 现在是不是这么小 这么小的差距 原来可以表现成为两个东西 相加 那两个东西呢 第一个 这个点本身跟 该母体 那个点所坐落的 那个母体的样本平均数 假设这个点呢 所坐落的样本 的母体在这边 那他的样本平均数 假设是在这边的话 所以 把一个母体看的是一个班级好了 这是你 这是你们班上的平均值 假设这样的 你跟班上的平均值 差多少 差这么多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班上的平均值 与全校的 总平均 全校总平均 是红色这个点 班上的平均值 跟全校总平均差 一直差这么多 这一块呢 是你跟班上 平均值的差 这一块是班上平均值 跟全校的 平均值的差 那你要注意哦 这个 xij去减的x88 这是正的 那 可是 你跟班上平均值相差 是你减掉班上平均值 你比人家小 你减人家当然是负的 可是你班上平均值 比全校的总平均 是还大 看到没 所以他减掉 总平均 这当然是正的 所以你看 正的这么小 这么小 可以表现成为 一个负的这么大 再加上一个正的这么大 相抵下以后 果不其然 等于这么小的一个正 真的吗 可以吗 任何一个点都没有问题了 你不相信你拿 随便拿一个点 你拿一个点 想要去算出 你跟全校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你可以分成两部分 先算出 你跟你班上的平均的差异 再加上班上平均差异 与全校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把这两个差异相加 就是你跟全校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可以吗 就这个意思 这个是 Local 这是 这是Global 这个也可以看的是 关起门来 内部的 就是定在 第J个母体里头 你这个点 跟这个母体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 是不是 关起门来 With it 那这个是 你这个班级 的标杆 的平均数 跟全校的 那这个是 班级 班级之间的 那是Global 所以这个可以叫什么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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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班级与班级之间呢 现在谈的是 校级的 谈校级的话呢 全校有好几个班啊 全校 哪一个班跟全校的 所以这种level 是当然是比我们个别的 班级里头的内部 还高一层 所以这个是比较高层的 所以我们说它叫Global 那英文上头 一个专用名字 叫Between Between 班级与班级之间 班级与全校的平均之间 那这个是 Local Local就是你 你这个点 跟这个班级的 平均之间的差异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With it 班内 班内的事物 班与班之间 班与校 平均之间的差异 把这两个层次 把它相加 那就是你跟全校 这种平均之间的差异了 不是吗 可不可以这样看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 那我现在一样呢 我来看 我把这边平方 然后有I有J 这个先不要管 左边这个平方 是不是等于 因为它拆成两部分 所以这个东西的平方 等于这个平方再这个平方 还要再加什么 加两倍的 两倍这两块 前面那一块是 XIJ-X.J.Bar 后面是X.J.Bar-X.Bar 这个懂不懂 把这个它叫A 因为它内部是A加B A加B的平方 是等于A平方加B平方 加2AB 懂吗 对不对 因为它等于这两块相加 那把这一块当A 这块当B 可以吧 这是A这是B 还没有平方之前哦 那现在 它是等于A加B咯 现在你把平方 不就等于A平方加B平方 A平方加B平方 加2AB 可不可以 OK 然后再来 Double相 这边一样Double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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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东西等于0 这东西等于0 你看啊 这是Double相 这里头有I有J 这里头没有I 你看这边只有J而已 没有I 所以这一块 对于I 这个Summation来讲的话 是个常数 所以我可以把它提出来到前头来 提出来到前头来以后呢 它是变成什么东西 变这样 然后这边是J 这块就不见 这没了 好各位同学 这一块 这块等于多少 这一块是你把J固定 先不要管J J固定 或者你不要看J 可以 同学你看啊 我们以前不是说吗 I 减X bar 相加总 I从1到N 这个加的结果会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所有的I相加 看到没有 减掉N个X bar 这个会等于多少 要被骗了 这个我可以拆开成为两个来看 可以吗 可以变这样 那这个是等于什么 全部相加不是N倍的X bar X bar吗 对吧 那这个啦 这个是什么 这是X bar自己加自己加几次 加N次啊 这不是等于0吗 所以这块等于0 你这边是不管你是第几个母体的效果都如此 那这边是你把J固定哦 J固定哦 你看J是外面的事 就内部来自的话 这里头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0啊 J固定 故事跟这个一样啊 J固定的话 J个母体里头的 这一块一定等于0 所以0层上任何东西还是等于0 所以这一块是很容易可以证明它等于0 对吗 他等于0了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 那我们为什么要证明一下你知道吗 没证明的话心里就不快活 心里不会觉得很信任他 老是讲的对还不对啊 证明看看哦我终于接受了终于相信了 所以同学你看我是这样子的 XIJ-到X bar bar I从1到NJ J从1到K 可以等于 加上另外一块 到J bar-X bar bar 平方 这个是 I等于1到 NJ J等于1到K 我把上面这个东西把它 重新写得比较清楚干净一些 就变成这样 现在 你看看 我刚刚是不是第一节课跟你们讲 这个是 总的变异数 我可以把它切成 这两个变异数 你看到没有 切得干干净净 本来你看看 本来你还没有进一步去看的时候 你以为这边还有一些 津津派派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证明它等于0的时候 你现在忽然开朗 原来变异数是可以切割的 而且切割的话 它有它的意义了 你看这是总的变异数 为什么说它是总的变异数呢 每一个IJ跟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你看好多的XIJ跟总平均在这个地方的差异 然后你把它算它的变异数出来 这个变异数可以切割了两种 这一种是什么 我刚刚讲过了 这是不是William IJ跟内部里头的变异数 那这一块是每一个班级的平均跟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这是什么 这是between 一个是within 一个是between between就是班级 between this class and the campus between this class and the other classes among all different classes 那这个是within within the same class 那这是total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好多的平方 相加总 这边一共多少个平方 刚刚写给你们看这边多少个平方 一个平方 两个平方 I从1一直到NJ 然后J等于1的时候是N1 然后再来J等于2的时候 I等于1一直到N2 然后I等于1到N3 所以这边一共多少个 是Nt个平方 Nt个平方 所以好多个平方把它合起来 这种概念叫sum of squares sum of squares 叫平方合 平方合 平方合 简称了sum of squares due to total 所以它简称叫s s 哇 这没水 这叫sst t代表total的意思 ss ss叫sum of squares 叫平方合的意思 这个你看看 这是内部了 也是很多平方合 看到没 一个平方 两个平方 这边有多少个平方 你看看 ij这边一样 有nt个平方合 好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 它这是sum of squares due to within 因此呢 给它一个简称叫ssw sum of squares due to within w 这个是sum of squares due to what due to between 所以本来给ssv 两个s的意思 通通都是sum of squares 都是平方合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呢 sst等于ssw加ssb了 那一看就很清楚了 然后是除了 在数字上头 可以这样切割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 你看啊 这边一共多少个xij 有nt个xij 有几个x bar 有一个x bar 因此它的自由度是nt-1 这一边呢 ssw来讲的话呢 它有几个xij 有nt个xij 可是你有几个x大j bar x bar几个 刚刚那边画了 x bar几个 k个 所以nt-k 自由度nt-k ok ssw的自由度是nt-k 不要告诉自己 这实在好无聊啊 不要告诉自己 心里不要起这个念头 要告诉自己 这很有趣 你看看 居然还能够看到自由度 这个玩意儿 要告诉自己 要告诉自己 这样子的话 你眼皮就不会盖上去的 你知道吗 不要自己暗示自己 说哎呀我数学不好啊 我不喜欢 我是练伤的 伤的搞数学干什么 不要暗示自己这些东西 暗示自己 很神妙 居然还有自由度 这玩意儿 它还能够这样看到 你看nt个自由度-k个自由度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有这玩意儿 对不对 要这样想 这样你就会抱一个很好奇的心 就不会眼皮不会盖上去了 眼皮盖上去都是自我暗示 好累啊 这好无聊啊 这边呢 这边几个自由度 再告诉我 来 几个xj bar 几个k个 几个x bar bar 一个 所以它自由度是k-1 因此你发觉 它的自由度也会相等欸 你看到没 自由度是不是相等 全部的自由度可以切割成nt-k 再加上k-1 不止数字上头完全一样 自由度也都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它切的 是不是干干净净啊 切的一点金金碰碰 都没有 就是刨钉解牛啊 切在那个关节上头 切的如此的干净利落 不止数字上 切的很漂亮 自由度也切的干干净净 所以才叫做AnOVA 它就analysis of variance 你把variance把它切割成为两块 自由度也切割 数字上头也切割 切得干干净净 就是你会欣赏的话 就觉得这个地方才很棒 所以我们说 SST等于SSW加SSB的 那自由度也是一样 好 现在呢 懂得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 你知道吗 我们先前说了 μ1等于μ2等于μk 你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怎么会有人发明这个东西出来呢 这套方法呢 叫做实验设计 Experimental Design 它是实验设计 它当初是怎么来的呢 你知道当初他们是 原来是为了要检验的 他们为了要检验什么东西呢 为了要检验 k种 品牌 这肥料 效果 是否 有所不同 当初是为了检验这个东西 结果他们就找了很多的农艺学家 就是发明出 我们有没有办法 也搞一个方法出来 他怎么做 他就找一块田 很大的田 然后把它切割成为k块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第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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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起来 k块 所有的 由于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它的 所有的条件 它的自然的条件 风啊 水啊 土壤 阳光都完全一样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每一块 小 小 小田里头啊 放的肥料不一样 第一块放第一种肥料 第七块放第七种肥料 懂的意思吗 每一块都放不同样的肥料 你要检验k k种品牌的话 我就切割成为k块 那 作物完全一样哦 然后比如说你要检验对什么 对 对这个 对这个 高丽菜 是吧 那你就 每一个每一块小田都放同样的品种的高丽菜 可是唯一不同的就是肥料不一样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看它收成如何嘛 它k个小田上头的 的那个 高丽菜 它的说成会不会有所不一样 这样是不是可以检验出来说到底这k种肥料下去的结果也没有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这边要检验的是k种不同的肥料 你知道肥料的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 来 肥料的英文叫什么 这个因为你们没有种过田 你们也不是念农艺的也不是念这个的我跟你说肥料英文就叫这个 treatment 你对待人家如何 你懂吗 你对我好不好 肥料是对待作物用的啦 你对了人家好不好 加个s的话呢 就是很多种了嘛 对不对 所以简称叫treat 叫tr treatment 所以为什么啊 我们还把这个什么 你课本上头你会出现什么treatment呢 在这个地方experimental design里头就会出现这个treatment 其实这个treatment原来是这样来的 原来它是当初在种去检验不同的肥料 对同一种种物的一个效果一不一样 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才会有treatment这种概念出来 是吧 treatment是肥料 所以你现在啊 你看 这个SSW 这不是Vitin 对不对 同样一种肥料 同样DJ一种肥料作用之下 Xi跟该种肥料的平均 为什么会有差异 好 好 跟你说就这块来讲的话 他说这一块 这一小块里头的话 我是不是还可以切成很多不同样的小块 然后这里头每一块呢 都撒一些种子下去 每一小块都有 然后到时候来看 这里头的每一个小块 它的单位 把它当做单位生产量 单位面积 单位面积 单位生产量 生产量 这里头的这一块 他说叫XIJ 你来XIJ是什么意思 DJ一种肥料施加之下的 DI块 DI一个单位面积上头的产量 就XIJ啊 对不对 在该块的 在该种肥料之下的 DI一个单位面积上头的产量 为什么会跟同样的肥料作用之下的平均产量 什么是 什么是XJ8 XJ8就是在这一块范围之内的 很多的不同的小块 的那个平均的单位生产量 是不是就这个 对不对 为什么这会差异啊 为什么 为什么 DI块 同样的肥料作用之下的DI块会跟平均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这边所有的每一小块 是不是都是 领受的同样的肥料 都是DJ一种肥料 对不对 那为什么DI块会跟平均的 的那个单位生产量会不一样呢 会有这个差异呢 XIJ 为什么会跟XJ8会有所不同 这是平均 班上的平均 这是你 你为什么会跟班上平均会有不同 同样一个老师教的 为什么同样的题目考下去 分数有些考20 有些考90 为什么个人不一样不同样的差异出来 按理讲应该一样才对啊 你懂吗 施加同样的肥料之下 像我们教书的老师就像肥料一样 我们施加了很多肥料给你们 对不对 为什么 灌那么多的知识肥料下去 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有些考得很好 有些念得不太好 为什么 在统计学上头来讲 这个叫什么 这叫error 误差 按理讲应该一样才对啊 从统计上头来讲 统计事实上是不谈因果关系的 统计是谈相关性 统计不谈因果关系 你要在别人的领域里头 他才去谈 谈里头的一些机制 里头的一些因果关系 统计你什么时候听到老师讲因果关系 物理学上头 化学上头 这些其他的科学领域 他会谈因果关系 他谈 哦 是因为什么原子被这个 质子一撞 撞了以后了 它分裂了 哦 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懂吗 C L加 Na 所以变成什么 N A C L 对不对 化学上头的因果关系 统计学谈不谈因果关系 同学不谈因果关系 同学来谈什么关系 他有没有互相独立啊 相不相关啊 相关系数是多少啊 等等这种东西啊 对不对 我讲这东西 有没有兴趣 我讲太多了 讲太多了吗 我讲这干嘛 我讲这告诉你们说 原来 人与人之间是有误差的 同样的一种米养出来的人 白白种啊 是不是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啊 是不是 原因先不管 但是同样的肥料施加下去 会不会有误差 绝对有误差啊 所以 把这一块 叫做误差 所以呢 SSW事实上又把它称为叫 SSE E代表Error 你看 在同样的J作用之下 居然有些I长得特别的不一样 比它还低或比它还高 原来 会有误差了 同样的条件之下 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原来有很多的原因 不是统计学能够处理的 统计学家不懂这些东西 怎么懂力学 怎么懂化学 对不对 除非他另外再去修个博士 是吧 他当然不懂这些东西 所以 从统计的眼光来看的话 对不起 那叫误差 所以这一块SSW 又简称 事实上以后我们就不谈SSW了 有些书本 会用SSW 会用SSB 你会看到有些地方 是谈between和谈way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 我们正式的名词 应该叫SSE sum of square due to error 那SSB呢 是什么意思啊 between DJ种肥料 由于施加下去 DJ种肥料 因此会跟总平均会有差别 所以它这个层次是谈 不同肥料之间 所造成的效应 因此呢 SSB啊 又简称叫做 sum of square due to treatment 所以叫SSTR 所以TR的意思是什么 due to treatment的意思 就是between treatment and treatment 肥料与肥料之间 在谈这种比较高层次的问题 那这个是内部的问题 关起门来自己讲话 自己看是 这SSE 一个是SSW TR SSE 所以结果会等于SST 这一样是SST 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看SSTR SSE了 好 那这两个相加起来 叫SST 有没有问题 看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许耀宗的问题是说 怎么会得到这个自由度 对不对 自由度怎么来了对不对 好 再讲一次 大家看看 IJ一共有多少个 你这谈的是IJ啊 对不对 DJ一个模型当中的DI一个点 对不对 请问全部有多少个IJ的点 多少种可能 是不是NT一个 好 所以NT 那几个X bar 8 bar 加加bar 8 bar 8 bar 有几个 8 bar只有几个 就一个啊 所以 它的自由度才是 NT-1 这样来的 知道吗 那这边呢 为什么NT-K 这个IJ也是NT 全部NT没有错呢 问题是你有几个X barJ啊 几个 几个X bar J一个 K一个而已 所以它是NT-K 那这边呢 为什么是K-1 因为你有K一个X bar 那你有一个X bar吧 所以就K-1 这样来 是吧 对 对 可以这样来看 因为它 它在数字上头 在数字上头是 前面这个减后面这个 所以在自由度的层次上头来讲的话 你也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它 你有多少个 然后失去掉了多少个 你减掉它就失去掉了 很好 同学比较愿意发问了 原来你们都可以发问的 只是你们不愿意而已 只是你不回而已 对不对 那哪有那么难 你问的问题 即使人家都懂了 你还是要问 因为你问了 说不定造福别的同学啊 所以呢 人家发问你不要 不要 不要 要带着一种快乐的心 看看人家发问的问题 可以再讲一次就是 XIJ 减到XJ 报 然后 在两个 把外面伤成会等于 哦 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这一块 这一块跟I这一块 没有关系 所以他把它当常数 提到外面来 可以吗 J的跟I没有关系嘛 所以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后里头这个东西 在I的带领之下 这里头相加会等于0 不要管J 在那个时候不要管J 再管XI 减掉XBar 相加总 一定会等于0 可以吗 还有问题的样子 你看啊 为什么会 你是不是这个地方卡住了 为什么这等于0 我给你 我给你讲就是因为你多了一个J 多了一个J把你卡住了 我给你讲我把J拿掉好不好 不谈J好不好 就谈一个母体就好了 不谈DJ个母体 谈单一母体来讲的话 请问这个会不会等于0 为什么这等于0 这很简单啊 这个不就是 拆开来 拆开来你看 这等于 减掉N倍的XBar XBar自己加N是不是N的XBar吗 然后XI全部相加不是这个吗 全部相加 不就是N乘XBar吗 全部相加是不是N的XBar 所以相减的 都懂了吗 所以你看 他多问一次 造福了很多其他 不敢发问的同学 你说是不是 你内心里头是不是感觉 好谢谢你啊 同志 是吧 是吧 你能抱着这样的心态 去看别的同学发问啊 你就会觉得 发问是好的 人家问的问题 说不定你没有想到 所以人家问了这个问题以后 你获益良多啊 你暗自在那边啊 哎呀 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居然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用这种态度来看待任何同学的发问 大家都比较了 愿意来发问 其他课也一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没有问题 吴正汉是吧 是吴正汉 吴中汉 吴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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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汉没有问题 好 都没问题了 那我们再来看 把SSTR 把SSTR 除以它的自由度 叫MSTR SSTR的自由度是不是K-1 SSE的自由度 NT-K 除此外 除此外来后 前面加一个M 这个M啊 叫M的意思 叫平均的意思 Meen square Meen square 叫MST啊 MS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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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段文字很重要 这段文字是基本观念 它说什么 当K做三重叠的时候 刚刚不是说了吗 H的意思就是K做三有没有重叠 K做三重叠 相等 所有的μ相等都代表它三重叠 K做三重叠的时候 则MST跟MST都是sigma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首先还记得什么叫无偏估测量吧 Unbiased Estimator 我们说无偏估测量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好比说 我们说如果Theta hat 它是Theta的无偏估测量的话 它是无偏估测量 所以它的期望值会等于被估测的那个参数 对不对 就如同X bar是谁的估测量 谁的估测量 是μ的估测量 但是X bar是μ的无偏估测量 为什么呢 因为X bar的期望值会等于被估测的那个 那个是谁 那个是μ嘛 对不对 所以X bar的期望值会等于μ 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很清楚了 所以X bar是不是μ的 unbiased estimator U代表unbiased 无偏 E代表estimator unbiased estimator 对不对 X bar是不是μ的unbiased estimator 就如同X平方是不是σ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unbiased estimator 实在不是 对不对 所以 它说 如果 如果K做三重叠的时候 老实说 Between也好 V0也好 其实 既然三都重叠了 你管 管是内部来取 内部取还是同样是这座三啊 对不对 或是BetweenH还是一样是同样是这座三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两种方法所取出来的值啊 而且是出于它的自由度 你看到没 所以MSTR和MSE都可以看作是σ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可以证明 但是如果不重叠的时候 则尔你会发觉 MSTR会膨胀 膨胀的结果 它就不再是无偏估测量 它放大 它overflow overflate 应该这样讲 不是inflation overflate 它放大了 放大了以后 它就不会再是σ平方的无偏估测量了 但是 MST它仍然保持不动 它仍然还是σ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所以同学来看一下MSTR是什么意思 MSTR treatment Between treatment 那意思是什么 你看 你这边 这边有一个X1 bar 这边有一个X2 bar 这边有一个XK bar 每一座山因为不重叠 你看那边 就看这座山就好了 看这个图 现在你的山不重叠 也就是H0飞针 你再想想看 X bar XJ bar 你再看你的treatment是什么东西 你的 SST是长怎么样子 你记不记得 X 是这个东西 看到没 这什么意思 每一座山的标杆 每一个X bar 谁知道它X bar B时间会散落多远 三与三之间是不是会隔了很多 相隔有如万虫山 你看这边三与三之间 你看会离有多远 每一座山的算出来的样本平均数 是减掉总平均 总平均在这个地方 你看 就如同 就拿第一块来看的话 你看 这一减 你看有这么大 第二个去减 你看这么大 第三个去减这么大 第四个 你看好多这样去减 是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当不重叠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们没法保证 它是多大的大小 它基本上 它会非常的大 因为三与三之间 可能会离很远 三与三之间 你是透过 三跟总平均之间 你是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不同的班级 班级班级 比这些差异很大 你用这种东西 要来算 sigma平方的话 sigma平方一样是 这座山的sigma平方 每一座山的sigma平方 都假设的一样啊 不是吗 你用between的 你用三与三之间的间隔大小 来当作来模拟 每一座山 它的胖度 它的变异处 基本上over 没有办法固扯 所以它要放大 这点可以理解吗 可以想象吗 可不可以想象 但是如果 我还是一样是内部来算的话 内部是怎么算 内部是xij减掉xj bar 看到没 固定一座山之内 固定一座山 固定j 每一个点跟 这个期望之间的差异 这边好多点 每一个点 跟期望之间是个差异 去算所有这些 这些鉴号 它的长度 然后平方 相加种 它 仍然可以是sigma平方的 无片固扯量 因为它基本上算的算是 还是在算 一个母体的 内部的变异数 所以MSE 还会是一个 无片固扯量 即使它们三与三没有重叠 但是如果你去算 三与三之间 来算到 谁知道 这一座山跟那一座山之间差个多元 你是用高层级的东西来估计这个班 那怎么可能 数学系跟支管系 物理系跟气管系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天差地别 怎么可能拿这样的班与班 系与系不同的这样的差异 不同的系之间的差异 来当作气管系内部的差异的一个固扯量 根本不可能 那根本不合理 所以会放大 它会 它会 会倾向于 会算太多了 得的值会很大 如果不重叠的话 可是不管重叠或不重叠 MSE这种算法 始终都是茶壶内的风暴 始终都是关起门来 自己家里头的事 你说是不是这样 懂得意思吗 这地方是个关键哦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最重要的地方出来了 你要拿MSTR去跟MSE两个要做比啊 MSTR除以MSE 各位同学 如果H0是真的时候 你想 这个比值会是多少 H0如果是真的话 这个比值会是多少 是不是会离一不远 是不是大概一左右 对不对 因为那两个都相等 但是如果非真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值会变怎么样 非真的时候 这个值会变很大 所以这个地方就当作它的 鉴别的检定统计数 你要检验H0真还是假 你就去除除看 你先算出MST啊 算MST 你让两个去比比看 如果这个值 大概离一不远 也就是它的比值比较小 不会差很多的时候 你会感觉 你会觉得说 那H0应该是真的 懂吗 那如果你比出来这个值 比一大很多 它是几十几啦 或是大的 但是那里有一个判准 那个判准就是你查表 所得到的那个临界值 如果大过那个临界值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值 大上太多了 超过那个程度了 因此呢 可以拒绝了 可以拒绝H0的时候 到了 这样懂吗 所以 简定统计数就是这个 讲了那么久 讲了两个小时了 又十分 讲了两个小时又十分 忘了下课 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故事 MSTR除以MSE MSTR除以MSE